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现在中国股票2900多点 上看3000点 操盘的人能够把今天股市这么往上低了 吃了春药往上走的人 对不对 是怎么会怎么样呢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他吃准了一点 今天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以利益为先导 在中共的洗脑的背景之下 人人都把利益放在俩眼的中间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我的话就是傻奸傻奸的 不是傻而奸 是奸而傻 他吃准了很多人内心中奸傻的心态 而这奸傻的心态 却是这个制度摧毁我们普通人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 所塑造 它的根源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寇 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 就是这个 有神的想法 人会约束自己 人不是猴变 就会尊重自己的生命 当人们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人们会面对这样的利益与贪婪的时候 会约束自己的心灵 会审视 他面对好像眼前的利益的时候 他在想这个钱我该不该赚 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 他会这么思考 今天的中共的党文化摧毁了每一个人正常思考之后 人性的正常思考之后 他就是战友 我记得网上登过多次消息 北京出国南方哪都出国 对吧 说免费产品 说这是免费的 甭管什么东西都抢回家 七八岁的孩子也上去抢 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上去抢 抢回来一看是什么呢 避云套 这是现实的中国社会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干 有便宜不占 王八蛋 而今天股市操纵股市的人 让今天股市像吃了春药一样这么疯 就是猜准了今天普通人的众多心理 有便宜不占 王八蛋的心理 他可在侮辱大家 真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股市 说一个不搭嘎的 你可能不相信 说一个不搭嘎的 九七回归 九七回归的基础是中英联合声明 那英国政府英国议员 要到香港去 这个要是监督监察 有关中英联合声明的事情 中共的外交部呢 就说跟你打招呼了 不给你签证 你根本进不去 跟你说进不了香港 到那就堵死你 人家提出来 我们站在中英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说的 外交部的官厉害吧 香港回归了 那东西就废了 气疯了 气疯了那些英国佬 香港回归了 中英联合声明就废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做法 跟今天人家操纵股市 要玩死今天想占便宜的中国人 是一个道理 而那个东西呢 人们可能会觉得 党国伟大 中国就是伟大 对不对 就是亨 对不对 你敢玩吗 一个混球 一个混蛋碰上一个不要命的 你说在一起凑成了一个政体 一个国家 就这么回事 那英国议员说 我们签过一万八千多个条约 协议 从来没有碰见一个这样 他要不是鬼 他要不是魔 那才邪了门呢 非常实惠 对不对 我今天中英联合声明签完之后 我香港回归了 已经回归了 归我的了 那东西没用 说这话的人 你是男的 就是你娶媳妇 你是女的 就是你嫁男人 你们两口子 结婚仪式一半 结婚仪式一半 把老婆娶回了屋 跟你一块上了床 第二天 你就可以说 这结婚仪式完了 这女人是我的了 明天我再出去耍去 是另外一回事 行吗 但这意义可是一样的 那另外最令人吃惊的 其实还是活摘 中共到明年 终止从死囚犯上拿走器官 这件事情反响非常大 世界新闻网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医师摘器官惊魂 囚犯未死透挣扎 这是人台湾的用词的说法 文章提到 台湾多名医师也不赞成 死刑犯器官捐献 原因是死刑犯 无法进行脑死判决 摘取器官时并没有死透 很多情况并没有死透 甚至还在动 不但有伦理上的争议 医护人员也承受了极大心理压力 器官移植登陆中心的董事长 台南医院的院长李伯璋说 死刑犯器官捐为保存心脏 执行时多是枪击头部 枪击20分钟后 由检察官判定死亡 但子弹穿透额骨时 并无法伸及脑干 死秋不会立即脑死 要造成炉内出血 引发炉内压高声 大脑脱锤 压破脑干才可能脑死 一般脑死亡的判定 需要检查两次 被枪决后 担心失血 无法保存器官的功能 无法依照一般的程序 进行脑死亡的判决 因此器官摘除时 那死刑犯可能根本并没有死透 甚至还得动 那要器官的人 可能会觉得 他动才好嘞 他死了 你把那杆给了我 给我一个死杆 明儿我更死得快 咋办呢 站在利益的角度 他一定这么想 所以才会讲出 在中国执行死刑犯的人 可能故意打偏 就不给他打死嘞 他打偏点 他落800块钱呢 我就说这意思 那文章通体的内容 就是揭示死刑犯 并未死 那如果活着斋 不就更好吗 还用死刑犯吗 今天的中国社会 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ur Dates and Tickets 对不对 一个人 两个眼睛 两个肾 一个根 一个心 十个脚趾头 十个手趾头 我就说埋态 哪些胡说八道的 对不对 你得避多少 多少死刑犯 这数没数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捐献 我们跟大家统计过那数字 从他黄杰夫主持开始进行捐献登记的 三年下来 三位数 几百个 一年有一万个 一年呢 你要记住 那一年呢 一万个死刑 这个器官移植 那你得杀多少人呢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得有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的基础的资料 才能对应你的根 你娘的肾 你媳妇的心 对不对 不是你媳妇的心 得对着那个该毙的那个人的心 说你们俩对上吧 他对无伤啊 光血型还有四种呢 我说的什么意思 他就用瞎话 去面对现实的压力 越说越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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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邪恶 在邪恶中自己都不知道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最邪恶的一点 那美国之音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直接这么讲的 中国将停止摘取死丘的器官 是外界压力还是良心发现 他有良心吗 文章上来提到说 中国宣布明年一月份开始 将全面停止摘取死丘犯器官 用于器官移植 然后就提到 那中国的做法长期受到指责 八年前2006年 在华盛顿DC 第一次有人站出来 提到了在苏家屯 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情 在沈阳在苏家屯 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情 从那引发出来 从中国的 中共的野蛮的拒绝 那种野蛮的做法 就像这个说 中英联合声明 在香港回归之后 已经失效的做法是一样的 野蛮的拒绝走到了今天 八年之后走到了今天 那这里讲说 中国摘取死丘器官的做法 引起了伦理上的问题 一直备受争议 中国还曾经向国际患者 推销器官移植手术 这种器官移植旅游 在2007年被中共当局叫停 2006年被拿出来 火爆的器官移植 从2000年 2001年开始到处做广告 就像卖溜肝 溜肥肠概念是一样的 东北菜 那这个文章就写得很长了 我觉得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时间有限 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那叫器官移植旅游 这是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徐才厚 郭伯雄 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 罗干 李长春 你都点得出名的 所有这些人掌控的伟大党国当中 在大国崛起的时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道风景 一道靓丽的风景 到中国旅游去换一个杠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